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第五个呢 就是Tronk-Glittas Tronk-Glittas 就是你看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 马里诺夫在他那个Peace法里面 Peace法有没有 在最后P-E-A-C-E的时候 E 就是这种Tronk-Glittas Equirems 平静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那些激情 都拿掉了以后 那我们生命中有一些 这个平安的感觉 当然一样平静 灵魂的境界跟极致就呈现了 所以它怎么样去呈现这个灵魂的平静跟极致呢 就是说 你心灵 怎么样让你享受到 超越感觉以后的那种快乐 那种平安 就是它不会被外面的感觉 所激怒 所以它不会被外在的事件 所紊乱 所以这个是照片 所以在一个平静的以后 那只是生命修为的一种高峰 所以大概它认为几次的话 为鲁家来讲 这个极致是什么呢 就是生 就是生 他是个人 但是已经达到这个最高的平静的阶段 那为道教来讲的话 道家来讲的话 它也是以人为衡量的最极致 所以这个叫什么 真人 对不对 所以为它来讲 这个平静 达到这个阶段 人就是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那为佛教来讲的话 佛教来讲的话 它超越这个 根本就是不是人 非人 所以也就是说 不管佛教也好 道家也好 鲁家也好 都是以人作为一个修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模式 所以道家 鲁家 都把人的最高极限提在那里 佛教把 叫去除掉人的期望 可是所以 奥斯丁就认为怎么样 他说 这个都是不够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你达到极致 你还是人啊 你人你还是要再回头来做 你还是会碰到困难啊 你及时到了九十岁 所以有人就问 说孔子说 问孔子 假如说可以问到孔子的话 他就问 孔子 你七十岁你讲了这句话 到了人生 七十重心所欲和不欲 对不对 我时有我自己学 三十而你四十而不惑 六十而顺 七十而重心所欲和不欲 可以重心 重心所欲了 那现在你要问孔子说 万一如果你可以活到八十岁 那怎么自己给自己下一个定论 你已经耳顺了 你六十岁耳顺 耳顺就听不到了 对不对 听不到了 这个按照海域说法 人到四十就齿牙动摇啊 四茫茫啊 发苍苍啊 发苍苍啊 发苍苍就是白头发出来了 四茫茫眼睛看不到了 那齿牙动摇 你脚不动啊 都是人啊 所以奥斯丁认为这个不够的 不够一定要什么超越 超越 可是五岁这个天 所以魏孔子来讲 这个天 他是一个需要超越的地方 所以一直到了这里 他就变成一块去了 你往上走 你往上走 所以对奥斯丁来讲 他所要看重的东西 不完全是人的问题 而是人跟天的问题 那中国传统武家对天人合一 天人合德 所有讨论的问题 使人的追求能够有作用 各位同学 给你猜 孔子七十二岁死的时候有没有遗憾 他不是已经重新所谓规矩了吗 他死的时候有没有遗憾 请记住 七十岁他说 七十重新所谓不宜句 七十一岁 七十一岁谁死了 让他难过到不行了 延回延渊嘛 延渊死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 天上瘾 对不对 天上瘾 那七十二岁的时候又谁死了 让他更难过 直路 直路被害嘛 对不对 就是被剁成肉酱嘛 这个时候孔子说 论运没有记载 在哪里记载 在春秋左传里面记载 天主 天主 老天就是你要灭亡 所以直路死了没有几个月 孔子也就死了 所以孔子最喜欢 如果按照这个语言的程度来讲的话 大概孔子在他七十二岁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文 一个是武 文就是演员嘛 武就是直路嘛 可是你看 所以他们两个死的时候 孔子难过 觉得没有比别的学生更难过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看发觉 人生的困境 到了孔子死的时候 孔子也没有突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孔子一生壮志未仇啊 对不对 壮志未仇啊 所以他是一个人啊 所以他没有 到死的时候 他虽然重新所欲规矩 但是人生的理想没有完成啊 所以他那个规矩是假的 它并没有完整地实现自我 自我实现 所以他没有说抱着 没有遗憾而走 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走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爱因果然学是不够的 所以我弄这个来检讨一个人的时候 我发觉 如果你只以人作为最高品阶的时候 你的遗憾是 你人生的遗憾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他说一定要赢富人群 一定要赢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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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攀升 所以孔子一生所说的天人合一 他其实没有做到 如果你真的做到天人合一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种遗憾了 因为这些都是过去 重新所欲不依据的话 那子路死了 那就死了吧 延绘死了 那就死了吧 延绘死了 那就死了啦 那不会对你激起任何的波涛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涛呢 理由就是因为还有变念 有怀念嘛 有遗憾嘛 有舍不得嘛 所以你到了Ingratio这个发生以后 你这就开始就过去了 你就对这个 你不是那么特别看重 最后呢 它是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就是 我们就是在英文里面叫contemplation 就是沉思嘛 沉思的时候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如果跟天合而为一 相遇 这时候你生命中的境界就呈现出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整个哲学的底子里面 你只是进人的能力去发展人的哲学 当然可以 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在这之前 你没有碰到任何困难 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 万一有困难怎么办 所以有一次我跟人家辩论 对方说没有省 这个省 绝对没有省 我说有 那你拿出证据 我说也不用了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你有没有赌博过 要承认了 可能是中学发生了承认 请问赌博是不是赌一万是赌万一 如果保证你每次都赢 你这个赌博有什么意思 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赌万一嘛 对不对 万一嘛 我说你不相信神 万一有神怎么办 我说我相信 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那我跟你一样啊 我没有输啊 我信神 如果后来证明没有 那我跟你一样啊 因为你不信了 所以结果是一样 我没有输啊 可是如果万一你赌没有神 万一有神怎么办 你就输掉了 所以各位发觉没有 哲学语言 赌一万的其实在赌万一 赌万一的其实是赌一万 等我的意思了吗 万一有神怎么办 那我就赌有神啊 赌万一啊 我的万一就保证一万 绝对不会失败啊 可是你赌一万保证没有 你赌一万的就万一有怎么办 万一有你就输啊 所以各位我的语言就是赌万一的是在赌一万 赌一万的在赌万一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啊 你怎么敢保证什么都不会发生啊 对不对 你怎么敢保证什么都必然呢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你说偶然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看逻辑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当一个人说 说这个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那这句话是绝对相对 这句话就是绝对啊 对不对 当你说这个世界上都是偶然的时候 请问这句话是偶然必然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 当你述说的一个逻辑的时候 其实你再证明另外一个逻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康天普拉奇尔 这个末官啊 在最高境界中跟神相对 那这个神 我们可以说 在我们哲学来讲我们就叫真理 对不对 其实从中世纪的哲学 教护哲学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发觉 教护哲学里面所提到的都是跟神有关 那全世界最近读者文猜 十一月后的读者文猜各位看 这个 问了很多国家 大概问了五十几个国家的青年人 再问了一百万人 说你相信不相信有神 就你猜哪一个国家相信有神的比例最高 哎 中国大物 对不对 75%以上相信有神 奇怪 那是个无神论的国家耶 共产主义是主张无神论啊 结果相信有神的对 我们台湾非常后面啊 我们大家都相信 可是我们从来做的事情跟神无关 我们台湾人都相信有神啊 可是呢 我们做的事情跟神的无关 我们都违背良心啊 都违背真理啊 想干嘛就干嘛 这个台湾人就干这种事啊 所以他所做的跟所想的 反而不一致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七步法里面 我们只稍微给个人说一个说明 下一页 那 到了第七步的时候 它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按神述式 这个是动词 在拉丁文里面 动词 就是你要 你不能用名词来讲 那 如果你用名词呢 那它就只是一个听听而已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所以它目的就是让你生命中 不断地跳跃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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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超声啊 所以 我们做哲学智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是帮助你的个案子停留在感觉经验中 而是要帮助你的个案跳跃声 一直跃声 跃声到一层人生的境界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在座各位同学啊 恭喜你们没有念太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挫折 对不对 所以你从来不敢跟人家说 是我台大的 咋得要命 你的人家说哪个小的 负大的 对不对 谦虚一点 这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那么骄傲 因为骄傲 所以台大现在有些人在说什么话 他说基本上台大人是不会犯错的 对我们的话是陈水扁说出来的 他说我们台大毕业生基本上是不会犯错的 我们所有会犯错 是因为你们犯错 所以造证我犯错 所以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别人身上 马英九也有这样的感觉啊 马英九也有这样的感觉啊 马英九认为这是八把水灾发生 他有什么错 他没有错啊 对不对 错还不是用八把水灾 那我这样尽心尽力 你们还这样做 你们算是没心肝啊 你看他还有透露这样的无奈 这就是什么 一个成功者的骄傲 他生命中没有什么失败 所以他所有的失败都是由别人来的 连马英九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觉得马英九不对啊 未可讲这种话 今天天灾发生 是谁愿意发生呢 谁都不愿意发生 可是请问 天灾可不可以防范呢 可以防范 为什么没有防范呢 那这么嘛 你为什么要容许南投这些地方去种槟榔 而把所有的水土保持破坏掉了 你为什么要容许台湾的人 因为民意代表而破坏水土保持呢 对不对 你这个都是政治的一个损坏嘛 让人民受到伤害嘛 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发觉 你那个超胜没有啊 所以圣经上说 富翁不容易得救啊 富翁啊 要升天堂啊 就比骆驼穿针孔还要困难啊 理由是为什么 一个赤得意满的人啊 他不会觉得他会失败的 可是他一失败下来可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说人要超胜啊 你就是要前面起步 慢慢累积下来 累积那个经验 让生命中不断的耀生 不断的耀生 不断的耀生 不断的耀生上去 即使各位 在哲学之后的心理之后来讲 需要来找你谈话的人 哪一个人都希望幸福啊 可是请问什么叫幸福 幸福是热闹吗 幸福是不安吗 幸福是要动吗 幸福是什么 你能告诉我那个感觉的状况 它是不是一种平静 那在平静中享受那个永恒 不是这样吗 那你要超生 那你怎么超生到这样一个境界 你怎么让你自己生命中 获得更高的一种表现 那各位同学 你们已经大事了 至于你明年一毕业 就要面临社会的考验 所以还有十年二十年的挣扎 跟社会的奋斗 慢慢你就会体会到 到了四十岁以后 我现在讲的这些话 你们有些同学听不进去 我说听不懂 我最近常常去看校友 校友都五六十岁了 看到我都说 老师当年我被你教 我听不懂你的话 现在我发现老师 你讲的话都对了 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每一句话我们现在都在实现 都出了这些困难 然后现在回到老师 当年教我人生哲学的时候 教我哲学课的时候 是怎么样告诉我的话 所以他们现在每个都在 好多同学跟我讲说 当年他们现在都在 把我那本书 三名书记出来 人生哲学 再拿回来看 我一个说老师 你怎么可能在三十岁左右 你就可以写出一本四十多万字 对人生有那么多透彻理解的书 我说我也没有了不起 所以我只是根据哲学家的看法 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出来 所以那个超生就很重要 超生就非常重要 如果你生命中不能超越 你生命中很难 所以你看我用的 而生属是这个字 我没有用春生灯头 这一字 为什么用春生都被康德用坏掉了 那超越是什么 所以超生的阶段有三个 第一个是因为你不安 inquietal 各位 quietal这个字 如果翻成英文就是quiet 安静 因quietal就是不安静 就是不安静 对不对 所以不安 我们的内心就是不安 当我人生中有目标 追不到我就人生不安 我就感觉不安 对不对 我要考试又怕考不上我就不安 所以我有时候也不安 因为我现在生命中最大的不安就是学校 因为学校天天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在评价 那不安是什么呢 另外还有一种不安就是 你对你生命的认知的不安 比如说你现在生活这样子 你觉得不好 不满意 那你希望你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你对你现在这种状态你不安 你希望改善 所以各位同学 很快哦 世上又要结束了 其中考完了就快结束了 下礼拜就十二月了 再过一个月 这一个月过了就一月了 世上就结束了 下面就试下了 试下心情就不好了 要找工作啊 要被人家认识 考学校又没有考上 要考研究所又没有考上 那这个生命就细细晃晃 晃晃不可终日了 那就很辛苦 所以那种不安就出现了 那不安之外我要怎么去解决呢 那我要跳跃我的不安 走向一个比较安的地方 所以我们下节课 我们再来跟多人说明 好吗